那非主流的是什么 就是今天被中国当成重大转型的生态文明 我们知道生态文明是在胡锦涛时代就提出了 2007年中共的17大就已经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理念了 但到了18大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 但却没有真正去实施 直到2015年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并且同时把扶贫攻坚作为中国未来五年的主攻方向 才和我们现在如何缓解生产过剩大危机结合起来 因为扶贫攻坚主要指的是西部啊山区啊荒漠地区啊等等这些 这些贫困人口 尽管他人口不多 但是他必须需要大量的投入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在山西的一个贫困村 看到啊这个贫困村是国家把光伏发电整块的放在了这个贫困村 你们知道光伏是个过剩的 因为欧盟制裁中国 中国的光伏就不能出口 于是会他就过剩了 如果按照市场经济思路 过剩产业应该关闭 工人应该开除 贷款应该变成坏账 重来一遍 这是市场经济的教科书给定的思路 中国的做法什么 把光伏的产品 由财政用扶贫的方式 转交给贫困村 贫困村一次性脱贫 一个光伏电站 是25年的这个使用周期 那就意味着25年 他们可以得到发电形成的收益 因此尽管这个地方资源短缺 没有什么太好的发展条件 但毕竟 给他送上了一个 新产业 就是光伏产业 于是乎这个村整村脱贫 同时其实 外汇就是财政的一笔钱 干了几件事呢 挽救了光伏产业 缓解了贫困户 同时防止了银行坏账 一石三鸟 就这种事 一般来说 在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 就在中国这样的国家 他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生产过剩危机 降低银行坏账率 同时保证 贫困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能够有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这就是中国的做法 把这个2015年 把扶贫攻坚战略 作为未来五年 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好了 没有人挑战 没有人说中国这样做不对 但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 化解生产过剩大危机的重大的战略 听明白了 当然不是纯为了这个 也是为了缓解贫富差别 因为在这个阶段 当金融资本陡然崛起 虚拟部门投机大量增加的时候 恰恰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时候 中国现在也是接近于美国 出现了极少数人占有巨量财富 这样的现象 就是你在金融领域中投机 你可能会获得巨额财富 而大量的人的属于低收入 所以为了缓解贫困 其实缓解贫困是减少贫富差别 所造成的恶性社会冲突的手段 用这个道理 我们也看到了 扶贫攻坚变成了一个 所谓非主流的 贯彻生态文明的 缓解生产过剩的重要政策措施 接下来就是2001年 2017年正式提出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 就是假如上一轮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 有效的缓解了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的危机 那么这一轮终于找到了一个 用三农投资的方式来缓解2013年以来的全球大危机 全球大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代价 你怎么能够应对呢 既然你现在纳入全球化了 你就得应对全球危机 我们叫做外申性危机 给中国造成的严重的代价 那怎么办呢 乡村振兴 所以这次要求把投资一直下身到自然村 上一次2005年的新农村建设 要求是行政村 就是要求做到所有的行政村 99%要实现通公路 通电话 通宽带 通这个水 通电 就全都通到行政村 这一次我们的行政村大概50万个 这次要求通自然村 自然村多少 300万个 它就意味着你不用再强行去压产能了 这个产能恐怕还不一定够 因为你要一直修到自然村 这个还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你看我把这个过程列下来了 中央怎么提的 这个大家可以去下载 他怎么一步一步提出这样 但他提出是提出了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讲了 乡村振兴是21世纪中国发展内涵最丰富的领域 那就意味着我就靠你了 就靠乡村振兴了 靠乡村振兴咱们才能发展 不靠乡村振兴 你们如果就是按传统的那个西方的经济学的思路 你们是不可能缓解生产国生大危机的 这一轮生产国生危机比98年那一轮要严重的多 比08年那一轮也严重的多 所以不是说逢八必危吗 对吧 你怎么解决这个逢八必危的困境 逢九必摔吗 我们201819 一开始咱们不是讲这个道理吗 对吧 国民政府的危机也是1948年吗 就是18年那场大危机导致49年他就摔了 他就他就亡了对吧 他没救过来 他就美国人救他也没救过来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是建国新中国建立以后是1958年 那次大链钢铁造成大危机对吧 然后59年就开始衰落了 60年就饿死人了嘛 对吧 那你看看接着我们搞三线建设 好了 67068年 68年出现严重赤字 对吧 那就出现1000多万城里人不能就业 就是我们那代知青嘛 1700万不能就业 对吧 68年69年 我们就经济严重下滑 城市不能就业 就把知青送到农村去吃饭 缓解了危机嘛 然后78年又是财政赤字接近200亿了 再加上对月战争的军费 就导致79年财政赤300亿了 78年危了 79年就得改革了嘛 怎么缓解危机 他就对应的发生改革了 所以一个八一个九 对我们来说似乎是绕不开的坎 那到了改革开放 到了1988年又遭遇到了高通胀的这个打击 爆发了恶性通胀危机 然后89年就生产停滞 衰败了 然后就发生政治风波嘛 这也是就是八和九这个这个关口是绕不开的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号爆发 我们2009年出现外需大幅的下降 6万家企业倒闭 然后2500万打工者失业 也是逢八逢九出毛病 我们现在好悬算 这次啊 挺着挺着 挺到 18年 房地产也下滑了 这个再 经济再怎么往上挪 他也掉到 停在6% 上不去了 这就是风八了嘛 那大家都说2019年房地产要崩 崩不崩呢 嗯 要崩了就摔了嘛 对吧 你没 如果撑得住 那现在正好 我说2017年 趁着2018年 这个危机没有完全爆发的时候 2017年开始提出一个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 大家跟不上 所有的部门几乎都是在发展工业化的金融扩张 这个过程中间行动的收益 你现在突然让大家转向乡村 难 但是你们注意哈 几乎所有的大型资本开始纷纷下乡 所以中国现在提出的一个新的战略转型 转向生态文明 你会发现什么情况下调得动呢 当资本们都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好了 这时候高瞻远主的领导人给他一个出路 你们下乡吧 比如说现在房地产资本 什么万科也好 什么碧桂园也好 都下乡 我们我最近一段时间就应对了很多大资本下乡的那个困惑 来找我说 我们现在在农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项目 都是响应乡村任性的号召 说的都很美好 但实际上是圈占农村资源 但一圈就发现 我这个圈的这几万亩地里边 还有两个乡镇 还有十几个村 我怎么对付他们呀 就开始出麻烦了 对吧 老百姓哪那么容易就被你圈了呀 所以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我说这个工业资本 产业资本 金融资本 它是它在城里边 它突然下乡的时候 它发现不能适应 但毕竟他们开始了 所以我说资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这个官方的安排呢 等于给他们的一个出路 这话说回来 这没有对错啊 没有好坏之分 我们并不主张大资本下乡 但是如果它不下乡 它在城里待着 它恐怕就崩了 那你整个这个 就是我们说是在一个 刚才讲到了 就一开始就讲了 这个21世纪金融资本 是个竞略机制 是个恶行竞争 没有好招 只有不垮的招 所以美国没办法 就是两任总统 民主党共和党 两党一致转型为实体产业 向回调 中国现在也逐渐达成一致 向乡村调 因为上一轮 我们的乡村是 救了中国这个 上一轮过剩的 那这一轮的乡村振兴 能不能再救一回呢 总之你你这条 那好了 在这个调的过程中间 发现方向内容都在调 方向调整什么呢 资源节约情况就有好行啊 生态必须得保护啊 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呀 这就是在 在方向到内容上 不断的调整 所以这个 同时就强调 农民的财产权益 必须保护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必须提高 新型集体经济 必须发展 这时候就等于 构建了一个谈判的平台啊 农民可以通过 新型集体经济 来跟外部资本谈判了 你不能轻易的 就是把人家的资源 圈过来以后 然后把人赶走 然后这资源归你了 你来推进你的资本化 占有收益 你走了 甚至跑出去了 不能这样 于是怎么能够协调一个 新世纪的 转型期间的 新的各方利益关系 这仍然是个挑战 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个先看看这个 这个下边的解释图 这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 这些路线 它面对的什么呢 大家看 右上角这个 是美国在 资源输出地区和石油输出地区 所设立的大量的 军事基地 还有这个运输通道上 也都是美军的军事基地 客观上已经构成了 对中国 不同方向上的包围 所以怎么能够通过 路权战略走出去 这仍然是中国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用金融引领 靠一带一路银行 靠这个亚洲基础师 投资银行 靠思路基金 看有没有靠金融引领的方式 走出去 那好了这些亚洲开发银行 参与的这些国家 列出来 它是被中国引领的 加入到了以后 对于整个这些国家 都有好处 因为你们都有资本投入 因此推进一带一路 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一种方式 加入的越多 可能就越 越有大家 越有利于大家共同发展 所以这是在 这个一带一路战略周边 我们所形成的这些参与者 那接着 美丽乡村 变成美丽中国 中国的绿色转型 生态文明也提出 那这个提出呢 就跟西方的走的路径就不一样了 假如说我们以前是一步一去 我们从1919年五四运动 到现在 大家认同的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 因此 主张全盘细化 是难免的 但随着西方国家自己 不断爆发危机 沿着他的路走不下去了 那中国也势必出现转型 这个转型是从过去 跟着西方走发展主义的道路 到现在 转型为走向生态文明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说 我们在农业领域中 也提出了一个转型的路径安排 怎么从按照西方的一个方式 就是西方殖民化的 按照西方左上角 按西方殖民化的 英格勒萨克训模式 它的搞法呢 叫做农业1.0版 一产化农业大规模 来获取生产资料的剩余 特别是土地的剩余 那看 这个来因模式 它是在这个 二产化的方式 比如扣大棚 搞这个 滴贯等等 用二产化的方式 来拉长产业链 这是属于蓝银模式 大家去看欧洲的农业 基本上这样 然后再看 三产化的农业 到我们现在呢 应该是朝向 农业4.0版 就生态化加社会化加互联网 然后变成 农业变成六次产业 用这个来配合 社会化生态化的 农业文明的复苏 我们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主要应该依托于 长期上万年的农业文明 它才能够真正实现 文明的复兴 所以我们把这个农业 世界农业的这个 这个演化流程 做了一个表 它是能够符合 生态文明要求的 那你要想推进农业的生态化 就一定得推进 市民参与式的社会化 这是我们在各地开展的 这个主要是在北京郊区开展的这种 市民参与式农业 大家都知道参与式 这个参与式呢 在这个农业的社会化上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最终要实现的 其实是双稳台的结构 双稳台结构呢 讲的主要是什么呢 讲的是中国通过土地改革之后 两次嘛 毛一次邓一次 土地改革之后 让农民都成了小土地所有者 这个小土地所有者 被我们叫做下层社会 当我们讲扶贫攻坚的时候 我们跟一般发展的国家 最大的不同 是大多数发展的国家 都有占很高百分比的赤贫 比如印度赤贫人口 能够高达三分之一 很多社会组织认为 他们的这个印度的赤贫人口 能高达一半以上 因为他有相当多的这个这个农民是无地嘛 只要无地就是赤贫 再加上无地农民有多数都是低主性的 所以他的贫困问题 是针对赤贫人群的贫困问题 而在中国我们之所以不采用国际标准 很多知识分子批评我们说 国际标准是人均日收入两美元 你们根本达不到 我们说我们这的贫困是相对 什么叫相对贫困呢 是相对现金开支的 现金收入能力低下的贫困 什么意思呢 家里老人要看病 现金开支吧 得 他支付不起 家里有孩子要上学 比如上大学 家里要是有两个孩子上大学 就成名买货 因为他现金支付那个教育的经费 他支付不起 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不能生活 如果他孩子不去上大学 老人没病 生存不是问题 因为地都分了 每个人都分宅地地 每个人都分了农用地 甚至有山区还分山地 分这个那个的 所以他的资源 相对于他们来说呢 是小的小有产者 小有产者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不是直接贫困 而是相对贫困 这个相对贫困 要靠什么呢 要靠教育医疗改革 要靠公共品的广覆盖 你比如说财政支持教育 财政支持医疗 你得让这些农村的低收入人群 得到公共财政的覆盖 这样 他的贫困问题就缓解了 所以中国敢承诺 我们到2020年消除贫困 是我们原来就没有绝对贫困 我们和印度最大的不同 就是印度的贫困人口是绝对贫困 我们是相对 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稳住了下层 大家注意看这个下层的社会 它主要是地方政府面对 但因为是小有产者 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比较低 所以小有产者需要保护 下层社会需要保护 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 不论是否规范 在这个底座上长出了一个中产阶级 这个中产阶级群体呢 在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 我们的中产阶级人群 总量是美国的两倍半 是欧盟国家的两倍 而中产阶级最关注的是绿色 所以现在中国转型为生态文明 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中产阶级要求的 当然也相对符合下层社会的要求 那我们如果看上边 中国的上层是中央掌控的政治化的大资本 什么叫政治化 西方的这些财富集团 基本上私人资本 中国当然也有私人资本财富集团 但中国的大资本基本上是中央以党制来控制的 这恰恰是美国最反对的 所以现在美国甚至有议会提出呢 说是只要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就必须制裁 话说回来 这个他有他的道理 是因为他没法跟党制的企业竞争 我们这个党制的企业 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光伏产业那个例子 按他们一般的 他们这种所谓自由主义的原则 你的光伏产业如果被人家制裁了 你就应该破产 我们这个党制的企业是怎么做的呢 中央一声令下 中农工建这四大银行 组成银团 维持光伏产业在制裁期内的生存 不让它破产 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欧洲议会制裁我们的光伏产业 一年不许向欧洲出口 那我们保一年 保一年保下来了 就靠银行给他发钱 保下来了 银行就变成不良 但是中央一声令下就得执行 那西方当然受不了 对吧 怎么能像你们这样 像你们这样 我们没法竞争 接着欧洲议会一看 中国的光伏产业没有垮 再通过决议 继续制裁你七个月 这是政治决策吗 你怎么可能用经济手段去应对呢 那我们只能再保 我们也是政治决策 不能让中国少这个产业 所以这个中国跟西方之间的斗争 不是我们教科书给定的那个斗法 它就导致这个西方最受不了的 就是你们这些党制的大资本 我们这种 比如我上次讲座的时候讲到了 我从2011年开始 在中国农银行担任独立董事 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我们是党组织 尽管我们有股东大会 有董事会 有这套东西 完全西方制度我们都有 但是我们的核心 那个领导力 大家都知道领导力执行力 这个领导力产生于什么 产生于中共中央组织部 直接任命的党组成员 我们的董事长 行长副行长主要人物 都是党组成员 他只听命于上级 由中央一声令驾 他就骑不走 中央告诉你说 你哪怕承担损失 你也得用 这几家都是国有大型银行 这几家共同组成银团 分担维持光伏产业的成本 这就使得中国这个光伏产业 维持住 他不至于把 所有的贷款都变成坏账 不至于把所有的工人权 变成下岗 他就稳住了 就是像这种制度 你们说到底好坏 这我也说不出来 但是总之西方是很难 跟这种制度竞争的 所以他才说 他必须制裁这种制度 当然他用的名义是 你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罪恶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美国人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 找不到新的解释的时候 教科书对此失灵的时候 他就只能启用 陈旧的冷战意识形态 说共产罪恶 然后给你编一套 你这套东西一定是 这个反人类的 一定是反人权的 他给你用冷战的那套说法 是不是 他反正他就这么说着 所以弄得很多 没有到过中国的人以为中国是地狱 尤其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这些事情 我们这套解释呢 又不上台面 因为我们属于另类的 非主流的解释 所以我们怎么看待 中国现在这个努力 他现在努力 其实他构建了一个 三级的社会结构 有上层结构 有中层结构 有下层结构 他是相对稳定的 他现在新农村建设也好 乡村建设战略也好 都要求加强农民的财产地位 稳定农民的长期财产收益 他就怕下层社会乱了 是有效的 尤其当他扶贫攻坚 明年就要实现他的战略目标 中国彻底消失贫困 这件事情如果达到了 他也是世界奇迹 那这套社会结构 最终他支撑的什么呢 支撑的是经济结构 这个经济结构在这张图上没出来 但他实际上告诉大家 因为长期 我们说长达20年的基本建设 他形成了中国财产领域中 巨大的食物资产 可以叫做物业资产 我得记得 我90年代在农业部工作的时候 我们曾经算过 农村的土地资产 到底值多少 当时算出了一个 差不多10万亿 9万6千亿左右的土地资产 差不多10万亿 大数算90年代末期的时候 我们算过中国农村土地财产值10万亿 现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大量向农村投资 去通路通电通水 全都通了 农村的地产是多少 200万亿 是原来的20倍 这就意味着物业资产总量 大规模的提升了 可见 我们所说的这个国家 大规模向农村的投资 并不是白投了 并不是只是成本 它只是国家用它的信用 扩张出来的债务信用 和金融信用 去投了这个 这个基本建设 它所形成的 其实是农村整体的 物业资产的增值 从10万亿的土地资产 增值到200万亿 想想 那也因此 你的实体资产的总量增加 会使得你的货币资产 相对而言 变成分子 它就缩小了 你无论扩张出多少货币来 你也不是虚拟的了 它对应着实物呢 所以刚才为什么说 连债务你都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几十万亿的债务 让美元算的话 大概几十万亿美元的债务 因为你有庞大的实物资产 有庞大的金融资产 债务作为分子就更小了 所以中国就会是一个稳态结构 因此我是这画两个金字塔 告诉你 如果中国这样走下去 它叫做稳态社会结构 稳态经济结构 它叫做双稳态 它就比那个完全走西方的模式 走那个西方发展主义 然后那西方的全球化自由化 按这套东西搞 它要稳定的多 为什么中国人携带这么庞大的人口 这么少的资源 能够建立这样的双稳态的结构 还想实现生态文明 它想走一条不同的路